不知道 成天坐在辦公桌用電腦的妳 是否覺得改善體態 離妳非常的遙遠 上班上課都夠累了 根本沒有力氣去舉重訓練啊 所以我都用看的看被運動 好像自己也有在運動一樣 那讓我們歡迎物理治療師Josey 哈囉 大家好 我是Josey物理治療師 那很多人都把改善體態講得太困難了 那其實改善體態 只要簡單幾個步驟 就可以增加自信 改善全身健康 哇賽 我今天真的是久仰大名耶 而且今天難得就有一個物理治療師 來看一下我的問題 我自己是覺得有一點 小心虛 因為我過去幾年來 我也沒有真正的就是去 給物理治療師諮詢過 那現在就請Josey來評估一下 我的狀況如何吧 好 那其實我們在看她的體態的時候 會先從側面評估 那靜態的側面評估 其實我們就是先快篩一下她的身體 有沒有肌肉張力不均衡的問題 那我們會以一條千錘線 從耳垂經過肩膀 寬關節 經過膝蓋 再經過腳踝的前側的這些地方 先去觀察肌肉張力不均衡的這個情形 我們由下往上看 這樣看起來的話 她會有一個靜態的骨盆前傾的這個情況 那等一下我會再跟大家講骨盆前傾 好 那從側面看的時候 你們會看到公骨她有個往前位移的這個情況 往上會看到她的耳垂和她的肩膀 是不是一直線的 來判斷她有沒有頭前身的這個問題 好 那這邊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靜態的評估叫做快篩 就像我剛剛說的 她是快篩肌肉力量有沒有不均衡的這個情況 但是如果要知道她這個體態 和她平常的這個痠痛有沒有問題的話 那還要做動態的 就是關節的活動度平估 那關於體態評測 不一定是有健身運動習慣的族群 很多像是 上班族啊 酒座族 其實我們都會 不自覺地形成一些不良的姿勢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想要請Josie 來為我們做一個體態的評測 然後教大家用幾個簡單的方式就可以改善喔 好 那首先呢 就是很多女生都跟我一樣 有骨盆前傾的問題 那我們就先來解析一下骨盆前傾吧 骨盆前傾呢 其實大家要知道喔 我們大部分的人骨盆 其實都是前傾的 所以說女生們你們要注意的是什麼 你的骨盆有沒有辦法做出後傾的動作 如果沒有辦法做出骨盆後傾的這個動作 那才代表說你的骨盆前傾是有問題的 後傾就是只像這樣子去說起來的吧 沒有錯 給自己的口令可以是這樣子 肚臍往上 尾椎往下 那我們會看這個點位 這個叫做ASIS和PSIS 如果ASIS和PSIS 它可以到一個平行的話 就代表說它是有骨盆後傾的能力的 好 那要評估自己有沒有靜態的這個骨盆前傾 我們可以用靠牆壁測試 我們就是腳跟屁股還有頭都貼著牆壁 然後用手 看看自己的手可不可以穿過自己的腰 好 那內沒有辦法都有穿過去 所以它的骨盆前傾還是OK的 這不是什麼問題 那剛剛有提到活動度的部分嗎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 妹有沒有骨盆後傾的活動度 好 現在請妹肚臍往上尾椎往下 那盡量讓你的腰平接牆壁 這很難耶 這真的很難 這非常難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人 他都失去了骨盆後傾的這個活動度 OK 好 那這個其實我會給妹過關啊 而且她也沒有盤面 但是我其實我會教她一些 就是提升她骨盆後傾的這個活動度 因為她剛剛在後傾的時候 其實用非常多的就是腳要挫背的動作去代償 對 還有動作的時候會有點卡卡的 好 那如果骨盆前傾剛剛測試卡住的人 我們可以先練核心肌群的力量 我們用死蟲式來練 那我們一開始要先建立正確的呼吸方式 好 我們等一下吸氣 盡量吸到肚臍的下方的地方 好 來 吸氣 把我的手撐開 吐氣也把我的手撐開 肚子撐開之後 右腳先幫我抬起來 到90度 OK 好 左腳也幫我抬起來 到90度 右腳下去 像死蟲式一樣 對 好 來 回 好 來 吸 好 吐氣把我的肚子撐開 OK 吐腳跟點地 好 來 回 OK 很好 來 兩腳放下來 那其實這個就是用妹 就是一開始在建立腹內壓的方式 好 把腹內壓加入這個死蟲式裡面 那骨盆前傾的這個矯正動作 我們要讓妹強迫做出骨盆後傾的動作 一開始弓箭步 後面那隻腳要墊腳尖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請妹先彎曲膝蓋 膝蓋靠近地板 在這個位置下做一個骨盆後傾 肚脊往上 尾椎往下 頭頂長高的這個動作 維持骨盆後傾來慢慢上去 感覺到骨絲頭肌非常痠 尤其是後腳 他的動作就是在 矯正後腳 讓這個骨絲頭肌拉長 一邊拉長一邊訓練 只要這條肌肉 認得拉長的時候 的這個角度 他平常就可以做出骨盆後傾的這個動作了 好 那除了骨盆前傾之外 其實小時候我還有一個問題蠻困擾我的 就是駝背 那我覺得我自己有一些改善是在我 開始變喪失之後 然後整個上半身就變得比較挺 那接下來就是想要請Josie來 評測一下有關於駝背啊 圓肩等等喪失的問題 好 那一樣我們就用牆壁來測試 駝背的人他的胸椎是沒有辦法平貼的 尤其是下頸部的這個地方 他的胸椎就沒有辦法緊貼在牆面 好 那這個就是體態 我們知道他肌肉的力量不均衡 那接下來要看的是 活動度嘛 他有沒有回到中立位的這個能力 好 所以我們就會請這個人再 停起來 OK 好 那這個就是沒有問題 那就是平常肌肉張力不均衡 或者是習慣性的駝背而已 那我們常常聽到圓肩 但所謂圓肩的定義為何呢 圓肩的話就是你從側面看起來 你的耳垂下面這個點 有沒有跟肩膀的中間在一條線上 如果有圓肩的人 他的這個肩膀他會往前旋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看說 他有沒有回到中立位的能力 好 那就可以貼牆 貼牆之後你就是幫我把頭貼牆 肩膀也貼牆 OK 那這樣子就是沒有問題的 有辦法回到中立位 駝背圓肩的改善方法 用一個動作強天使 就可以改善胸椎的活動度 還有肩膀的活動度 好 我們現在請妹 就是往前站1.5步的距離 然後腳與肩同寬 然後屁股去貼牆壁 那我會請他先做一個就是 腹內壓撐開 好 肋骨下沈的動作 然後把手打開 手腕和手肘都貼牆壁 那等一下保持手腕和手肘 盡量啊 盡量貼牆壁 然後慢慢的往上移動 很好喔 還可以再高一點點 再高 再高 好 大概到這個地方 一開始會比較困難 但你會發現多做幾次 他活動度出來就貼的上去了 那在上面這個120度的力氣 其實就是下斜方肌 因為我們很少在做這一方面的運動 所以普遍大部分的人 下斜方肌都是沒有力氣的 那很多上班族啊 或者是家庭主婦常常會有 肩頸痠痛或者是 背部痠痛的問題 想請問一下這個痠痛的成因 然後有沒有一些簡單的方式 可以改善呢 其實上班族他都需要久坐嘛 久坐的人 屁股很容易有 屁股的肌肉怎麼叫都叫不出來 對 那這樣子他們在走路的當下 上下樓梯的當下 就會容易出現膝蓋疼痛的這個問題 對 那上班族 因為要維持同樣一個姿勢太久 尤其是上半身 所以就很常容易有肩頸痠痛 還有腰背部這邊疼痛的問題 一開始久坐的上班族 如果你是腰不舒服的話 我們可以先放鬆腰方肌的這個位置 腰方肌我們從脊椎往旁邊摸 摸到一個往下線的那個地方 就是腰方肌 然後把按摩球放在腰方肌的位置 好 然後前面慢慢的躺下來 對 好 你可以兩腳彎曲 一開始會比較舒服 一開始沒有放過腰方肌的人 躺下去的時候會有點 需要皺眉頭 因為腰方肌真的很痠 好 那因為腰方肌它的側邊 所以妹就要往球的方向稍微旋轉 好 一開始不要先動喔 先深呼吸 好 慢慢的吐氣 讓你的肌肉可以沉進去那個球裡面 等到比較舒緩了之後 身體在左右的旋轉 就是找到那個三痛點之後 左右的旋轉 好 去把那個三痛點按開 那如果你覺得比較不痛的話 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就是抬腳 好 就是把你的右腳 慢慢的往上抬高到肚臍的位置 好 然後慢慢的放下來 這個動作可以讓腰方肌 就是一邊慢慢的拉長 這個按摩球也可以用像是網球來舉帶嗎 可以可以 那如果覺得太痛的人 也可以在球外面包一個襪子 或者是毛巾 那放鬆完腰方肌之後 我們現在要來讓腰方肌動起來 好 現在請妹稍微往前做一點 腳要穩穩的踩在地板上喔 那我們等一下雙手插腰 放在骨盆上面 然後右邊的骨盆往下壓 左邊的骨盆往上拉 對 然後頭頂都要長高 脊椎都盡量不要動 很像在跳恰恰 好 來 左邊往下壓 右邊往上拉 對 好 來 身體盡量不動喔 好 那如果這個動作 你會發現一邊上得去 一邊下不去的話 你上不去的那一邊就要多做幾下 腰痛如果是我們剛剛說的 腰方肌那個問題的話 它很多都是一個長一個短 然後卡在這個位置下 然後腰就開始痛了 那這個動作我們就要活化 胸椎和肩頸這邊的肌肉和筋膜 好 第一個動作 我們先把手放在肩胛骨的後側 OK 那另外一隻手 把手肘往上拔高之後 我們做一個側彎的拉伸 一邊三次呼吸之後換另外一邊 那左右邊放完之後 我們要來放前後 雙手交疊 想像有一個人 把你往前拉 往前拉到底的時候 胸部要一個往後凸 然後頭要埋進去手裡面 稀稀的位置吸到這邊 然後吐氣的時候 然後手肘往外打開 對 那要記得 這個地方是放輕鬆的 還有這個地方也是放輕鬆的 接下來下半身的動作 我們可以先拉伸前側的 腳腰肌還有大腿前側 好 一開始弓箭步 腳要穩穩的踩在地板上 墊腳尖或者是腳跟踩的都可以 來接下來膝蓋要放在髖關節的後面 大拇指要穩穩的踩在地板上 這個動作出來之後 你會覺得這一個地方 前側這個地方開始緊緊的 好 那我們腳跟慢慢的往地板踩 好 我們大概做三到五四點地之後 加上胸椎的旋轉 等一下請妹外側這隻手 幫我往旁邊旋轉 好 那吸氣要吸到哪邊呢? 然後吸氣就吸到緊繃的地方 想像往緊繃的地方吸把它撐開 好 那等一下的動作 我們要訓練大腿還有屁股的力量 等它膝蓋與肩同寬 好 那足底三點是這裡 大拇指球 小扭扭球 足根 我們運動的時候 都要把足底的這三角踩在地板上 等它請妹身體往前 屁股往後推 然後雙手交握在膝蓋的兩側 膝蓋往外撐開手 好 然後慢慢地把屁股離開一次 站起來的時候膝蓋都一樣 要一直往外頂著你的手 好 來 12秒之後 慢慢往後坐 臀肌還蠻有感覺的 對 而且你會發現膝蓋往外撐開的時候 臀肌會很有感覺 是 那我想問一下 因為Mafish Channel很多粉絲 大家都很喜歡運動 但是我們運動後 都會有一些痠痛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 運動後的痠痛 怎麼樣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的 那對於延遲性痠痛 每個人解決的方式不一樣 像我也試過很多 像是拉筋 按摩球等等的方式 那對我來說 是按摩球的方式最好 但可能對妹來說 是拉筋的方式最好 所以每個人都不一樣 所以如果有延遲性痠痛的人 你可以這些都試試看 然後看哪個方式對你最好 那請被你猜猜看 就是現在有很多種放鬆的方式 那你認為這些裡面 哪一個是研究等級最好的 這個放鬆方式呢 我猜 是散步 因為我有養狗 所以我幾乎每一天都可以 到達將近一萬步的步數 然後我就發現 我自己的狀況而言 其實我不太會痠痛 是散步嗎 沒錯耶 就是散步 好那這邊提醒大家一下 因為延遲性痠痛 以現在的科學來解釋 它其實有非常多種 包含運動過後 就是肌纖維撕裂啊 或者是運動過後肌肉軟縮 所以說這麼多的成因 我們沒有辦法以一個滾筒啊 或者是拉筋就解決它 那散步它是一個可以很快的去增加 整個身體的循環 讓肌肉拉長縮短的 所以這個方式的話 它現在是說 最適合這個延遲性痠痛的這個解法 那前幾天我在IG限動 向各位收集有關於日常痠痛 還有體態矯正的問題 那我真的很意外 收到將近上百個熱烈回覆 那我在這邊呢 精選三個問題來請Josie來為大家解惑 好那第一個問題 應該是來自於一個很認真的上班族 她說她由於工作需要久站久坐 她下肢容易腫脹 而且會有靜脈曲張的問題 小坐久站下肢靜脈曲張 在女生的上面特別的容易出現 那這邊有個知識點喔 就是小腿的肌肉 小腿的肌肉可以說是我們身體的第二顆心臟 就是說小腿肌肉有力的話 它就可以把我們下半身的這些多餘的水分打回來 促進我們的血液循環 所以說如果你是久坐久站 但是下半身又常常腫脹的人 你一定要做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就叫做 就是把我們的第二顆心臟訓練起來 因為很多女生他們怕常做墊腳筋的動作 他們小腿會變粗吧 其實是有這個可能的 所以你也要常常的拉筋 墊腳筋解決的是你的下肢腫脹嗎 那你要讓你的小腿變好看 你就要常常的拉筋 那女生很辛苦欸 他們要很認真的工作 他們要很認真的練腳尖 然後又要很認真的那個伸展放鬆 其實有的時候你在就是打電腦的時候 你就是直接這樣子也有效果 坐著也可以 對但是不要就是懶懶的就是都放著這樣 OK 那下一個問題 因為骨盆前傾的問題實在是 收到太多的疑問了 那大家都會想知道要做什麼樣的運動才能改善 OK 那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就是 大部分人都是骨盆前傾 但是我們要有骨盆後傾的這個活動度 那我們剛剛有提供幾個小食用的骨盆前傾矯正的這個動作 在剛剛的影片裡面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詳細的動作 還有骨盆前傾相關的知識 就可以看我的線上課程喔 那下一個問題是 很多有在健身跟重訓習慣的人常常會有的 就是在硬舉的時候提升重量之後 我們的核心常常會收不緊 甚至背部容易出現疼痛的問題 那這個也是蠻常見的 就加重後之後 核心的這個力量沒有跟上你的重量的話 就容易會有下背痛的這個問題 那其實我們很多會回去檢視它的呼吸 建立腹內壓的這個能力是夠不夠的 那腹內壓建立之後 你就可以就是在加重的過程中 就是有更好的運動表現 那有的時候也不用就是勉強自己 就是刻意的加重啦 你可以先把重量放輕 等到自己的核心力量跟上來之後 然後再繼續就是一起提升 要不然就是可以用腰帶 就是增加一下腹內壓 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加重的話 那關於今天Josie老師講 我特別有感的就是腹內壓的這個部分 因為以前我訓練 我常常會忽略到呼吸 就是我們健身的人 比較傳統我們聽到的指示就是 核心收緊 所以我們會不自覺的 腹部會往內凹 可是這樣其實會增加動作的不穩定性 尤其當你開始加上重量之後 你會更容易的感覺到疼痛 那其實很多的小撇步是可以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 都可以做一個很小的斷變 調整你的體態 然後也可以去改良日常生活 所造成的知識不良的問題 我覺得非常的有幫助 然後也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不要忽略掉這個部分 那目前Josie呢 她有推出一個全新的線上課程 就是會從你的日常體態 還有我們常見的痠痛問題做出發 去全面的改善你的體態之外 也可以建立你的自信還有健康 我覺得這個課程真的是太棒了 就連我自己也蠻心動的 那現在這個課程呢 它是有募資期間的優惠 真的是超級優惠 而且這個課程是不限次數觀看 也就是說全家人都可以一起看 非常的棒 那妹粉注意啊 就是如果你對這個課程有興趣的話 可以輸入妹300 就可以獲得300元的折扣喔 好那這堂課程 我會帶你從整體的體態出發 幫你解釋身體可能會發生的問題 然後再帶你做一些簡單又實用的運動訓練 幫你改善酸狀的同時 又能提升自己的自信 讓身體恢復原廠設定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Josie用心的指導我 然後讓我發現到自己一些不自覺的小問題 那我相信觀眾也覺得非常的實用 好那我們謝謝Josie 謝謝妹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下次再見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